《殘》 《殘》是光的絲土 絲是追問的虔誠 做小床的時候最深的體格 我是一條《殘》 他把這種生命展開的一個過程 帶進藝術裡面 藝術始終是一種例外形成的 有意思的人都是一些很例外的人 我一直以雲 作為我的一個自然系列創作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這是自然的呼吸 是生命的呼吸 這個聲音要我這麼高了 30年和殘在一起 就像秤殘倒是四方鏡一樣 摩都之子到了天台才成了仙 他又是一個上海人 天台那種隱性的文化 優生 我當時一下子給迷住了 生命的輔助來自於獨處 獨處意味著當下 整個天台上可能都是他的工作室 20世紀以後的人類可能面對的 都是對自身狀態的一種迷茫 於是我們因為這種迷茫 會產生一些追問 但梁老師不是因為迷茫 梁老師是因為篤定和好奇而追問 我們知道他在這個數位 生存其實很難很難的 其實殘的生命很短的 但是殘屍可以保存上千年 人來到世上 就是留下了那麼一點知數馬跡